你准备好再最好赚的一季 大战特赚了吗 第四季强股超澎湃 不仅有人气 更有超能力 上车最佳时机就是现在 赶紧加入股市权威 588一定省 投降地表最强 大分量的高CP优惠 马上加赖 小老鼠 STOP888 拨打专线 02-2581-9090 王安你好 欢迎收看股市权威 我是曾伟 台积电领军台北股市 今天持续的走涨尾盘收涨 97点收在22,858点 成交量4,328元 键盘是如何分析 向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选市永城国际投股的 陈威良分析师 曾伟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魏良老师 千万向前冲 理财放轻松 跟着股市权威 来看台股今天的重点 那AI股呢 持续的增强 而且扩大涨势 今天呢 换到散热股的部分 强力演出 那这里双红 齐红 当然是重要的领头指标 那往下扩散延伸到呢 包括中低价位 以及呢 股本市值更小的一些个股 像一拳 今天盘中呢 也有逼近涨停板的好表现 IC设计 IP族群 从底部开始呢 逐渐的复苏 复活了 这一波到底产业的景气 是不是真的 迈向健康的成长 还是只能呢 打带跑 且站且走 做短线呢 那又有哪一些领头指标 该观察 什么样的指标来做操作 其中有一档呢 横跨了IC设计 以及IP的个股 未来的转型 转机的实力 不容小觑 今天呢 从低点 拉上涨停 是第一根的起跑 值得大家去做追踪关注 另外呢 除了电子股之外 是否呢 你也关心 非电股的投资布局 那航运最近呢 因为有美东罢工事件 所以呢 运价的部分 蠢蠢欲动 那第四季的航运股 会怎么看呢 另外 能不能抢进 航运的相关ETF 00960 昨天单日 狂飙将近两成 为什么今天 立刻重摔 运动供应链 稳中透强 包括乔山 今天涨停 看好的来意 仍然是呢 维持稳定向上 梅利达呢 也迎接 库存去化过后的 重新拉货潮 这三档个股 未来的目标价 怎么看呢 当然不要忘记 随着季底到了 集团作帐 还有呢 今天的机器人股 开高走低 这个都是大家 所关切的 投资焦点话题 锁定我们就对了 到YT频道 订阅股市权威 陈薇良 欢迎大家按赞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今天的大盘呢 其实变化不大 维持小涨格局 那连日来呢 大盘逐步的 在垫高当中 季线突破以后 下一个阶段 就会看到季线呢 准备要走平翻扬了 到时候呢 又是另外一番的 投资新气象 代表呢 趋势对中长多 越来越有利 那格局也会呢 越放越大 那今天虽然呢 指数的涨幅不大 而且呢 整体来讲呢 今天下跌的加速 是比较多一些些 或许让大家感到呢 这个盘势 好像呢 不是那么容易操作 不过没关系 跟着我们就对了 但是呢 必须一提的是呢 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的成交量 多少呢 四千三百多亿元 包括昨天跟今天 已经连续两天 都回升到了 四千亿元以上水准 而目前呢 五日均量的部分 也逐步的回升 来到了四千零二十八亿元 所以我们说量缩的地方 一定就是相对低点 也会是好买点 你不要等到 真正的爆了五千亿 六千亿 或更大量的时候 才又在想造资当初 投资最好的时机 只有两个 一个是当初 一个就是现在 那不要怕 其实呢 魏洋老师 常常会把很多的 独家观察 领先跟各位去做分享 就像呢 众所瞩目的达明机器人 今天正式挂牌了 昨天魏洋老师 为什么要在节目当中 花时间来跟各位谈达明 谈广名 谈机器人 好 那今天呢 我知道你们心目中 有很多很多的 惊叹号跟问号 我们就来呢 再一次的小聊一下 达明呢 我说他今年的上半年 EPS呢 只有0.5元 那过去这几年以来 了不起最多呢 就是2022年的1.6元 那另外呢 像去年的部分 甚至只有0.12元 那今天他是以120元 在新贵初登版 但是呢 这个走势哦 非常的 让人感到惊叹 因为呢 在今天盘中到目前为止 他还没收盘 因为新贵到3点 最高价是488元 换句话说呢 挂牌之后一天就涨了三倍 很多投资朋友可能会开始盘算 开始幻想 我如果有买一张 12万进去 现在已经值48万了 我如果买10张 哇塞 我如果买100张 会不会趁着这一波打房 那房价又跌下来的话 我就可以呢 换大房子了 其实 欧阳老师 要跟各位分享几件事情 第一个 我昨天有提到 达明呢 如果光以挂牌价的120元来看 就算给予25倍的本益比 他今年至少要有赚到 4块8毛钱的实力 但是上半年只赚了0.5 你有没有去研究一下 那下半年 能不能突飞猛进 爆赚4.3元或更多呢 言下之意就是说呢 我认为达明 其实是个好公司 这无庸置疑 但是呢 评价太贵太高了 第二件事情呢 我也提醒大家 很多人呢 会说 母以子贵 达明要挂牌了 所以呢 会告诉你 可以去买广明 广明将来会受贿 但是我们看到 今天的广明 大跌6% 为什么会这样 你有看我节目就知道 因为当有了达明之后 真正看好的资金 真正认同 协作机器人发展的 直接买本尊达明 不用呢 再间接去买广明了 所以其实达明的挂牌 对广明来说 没有加分 可能反倒是扣分 当然我主要指的 就是今天的变化 至于说明天 或下礼拜 会不会呢 广明突然又拉了 这我不敢说 为什么 因为盘面的短线 资金当道 人家呢 说来就来 硬要去拉 这个当然也是不排除 那除此之外 今天大部分的机器人 个股也都是 开高走低 所以魏昭老师 要跟各位分享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是我在股市 二十几年来 超盘的实战心得 我们国内 有很多主力大户 你们都知道 主力大户的其中一种 惯用手法就叫做 深东及西 拉东出西 意思就是说呢 在同一个族群里面 我锁定一档 大家最关注的指标股 而且最好这一档指标股 它的筹码清 我只要花少许的资金 我就可以把它 啪 拉得高高的 这时候呢 很多人会想说 那我不敢买这一档了 那没关系 因为它那么强 那一定会带动 整个族群 所以我就去买 其他的个股 但是呢 主力大户 早就在同族群里面的 其他个股 重兵部署 埋了很多很多 它的筹码 都埋伏在里面 所以等到大家 跳进来的时候呢 他就通通把股票 到货出来给散户 割韭菜 也就是说呢 机器人 大家关注达明 那大家呢 想说达明这么强 所以呢 就可以去买广民 就可以去买呢 所罗门 就可以去买呢 尹汉 就可以去买呢 其他的机器人个股 结果你看看 今天一面倒 我如果用一个 数字的概念 让各位理解 达明 假如主力大户 砸三千万 把它从一百二 拉到四百八 不夸张 你去看看 达明今天到现在为止 才成交两百五十张 你知道吗 他今天 一百二挂牌之后 他突破两百块的时候 他才成交二十几张 他突破三百块的时候 他也不过就成交个一两百张而已 所以你要知道 主力只要赚一点点的钱 比方说三千万 把它拉到这里 可是主力可能可以在其他 机器人个股呢 套现五亿出来 狂标 狂赚 所以这是所谓的一个深冬即吸手法 那今天有跳进去达明的投资朋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只能希望你能够有好运气 安然下车 因为你今天进去 它长再多都是纸上富贵 没办法当冲 你没办法卖掉 一切看明天了 但是不要以为 比如说现在四百八 那明天开盘就是四百八 不是喔 新贵是用均价来算开盘价的 所以开盘价也许 直接少掉一半 这个我们讲在前面了 好 那昨天呢 AI股开始反攻 那今天呢 涨势开始扩散到呢 一些整理很久的AI 我觉得最明显的就像是呢 散热股 双红 骑红大涨 那我们常说 AI绝对是趋势 随人呢 也是趋势 这都是不可逆的趋势 那随人里面 竞争力最强的两家公司 就是双红跟骑红 那我也不止一次讲过 骑红呢 在这个底部区 你逢低满 绝对不会吃亏的 这还客气的讲法了 不会吃亏 其实隐含着是 你会大赚 你会大赚 你要懂得波段操作 当然呢 他会不会呢 突破前高 我觉得有困难 有困难 这个我也坦白跟你讲 但是呢 我认为 波段的空间一定有 那基本上 技术面的等距测量 各位可以参考看看 约略就是呢 能够来挑战 7月份的这个高点 那能不能收复历史高 这个就有难度 那骑红再往下延伸到呢 散热的2486 一拳 这里也是底部区 位阶右比呢 骑红 大概低了两阶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还在足底的过程 那今天盘中呢 有强力的表现 不过呢 有一点当充卖压出来 不过呢 大致上这都是属于 投资CP值还蛮高的 所谓的AI供应链 再来 我们看一下 3013成名店 那提醒大家 这边已经呢 突破前高 而且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呢 创高的股票 就是强势 那基本上上档无压 基本面会决定 后续的高度 那我们提到 因为成名店主要的利多 利基是在于 它从原本只有做 伺服器的机壳代工业务 跨入到呢 整个伺服器的水冷机柜的组装 单价呢 高了好几倍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 非常有利于 它的营收成长之外 获利的大爆发 那股价呢 要用新的形态来看呢 因为突破之后 它渴望往上一个区间走 最近只要呢 靠近五日均线 或拉回量缩的时候 我想都是一个 可以留意的机会 那再来2449金元店 这边呢 也酝酿突破 值得留意的是呢 这一次从139元 拉回的过程当中 最大的空方压力 是来自于外资的卖超 可是呢 终于啊 最近外资呢 回头开始买进了 那原本它就是属于呢 外资大模券商 看好的AI供应链里面 最强大 最受惠的受惠供应链之一 所以值得去做留意 3450联均 今天盘中也点火了 基本上呢 只差0.5元 就要凭历史新高 看法没有改变 包括呢 像凯基投雇 初次报告 是给予呢 增加持股的平等 而且目标价高达270元 你不要小看说呢 今年好像呢 公司 获利不多 但是呢 人家是可以从啊 今年的3.78 倍增到8.97元 那获利能翻倍的公司 也就是高速成长公司 通常他能够适用的本益比 自然也应该高人一等 这个叫做PEG 本益成长比的概念 那联军所踏上的风口 是来自于 第一个 现在美国去中化 所以很多光通讯的订单 转单 第二个部分呢 400G升级的规格 往800G前进 那这两个趋势风潮 都是不可逆的 那我喜欢跟各位讲 趋势的东西 因为趋势是很重要的 短线没有办法保证 股票呢 会不会一直涨 走走停停 涨涨跌跌 但是趋势这东西 终究会让股价去反映 它的基本面的高度 那再来呢 新复兴股价 今天也是继续改写 历史新高点 但是这一波你可以看到 它的上涨角度 从还涨变成急涨 尤其呢 在本周二本周三 连续两天 两根涨停板过后 这里呢 短期跟均线之间的 乖离有点太大 所以呢 如果你持股比较多的朋友 虽然中线看好 但是呢 建议大家 也可以呢 斟酌去做一点调节 做一点比较灵活的调整 好 那再来呢 IC设计的部分 目前在旁边当中 可以说是 有点像百花齐放了 那因为呢 什么样的电子产品都需要IC 那整体的IC设计来看呢 经过了大概两年的库存去化之后 大家呢 从营运的黑暗谷底旗 慢慢地走向隧道 看到了隧道外的亮光了 那这个部分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稍微去观察一下 整体呢 IC设计公司 他们的库存水位 从高峰到目前近况的变化 那除此之外 我觉得IC设计呢 因为大家的终端应用不同 所以呢 还是要考虑一下 它的一个产品别 它的产业分类 那以3EC金鸿来看的话 库存的水准 从14.2亿的高峰 去化到目前 大概剩下7.5亿元 大概是它月营收的5.8倍 这个是健康水位 代表产业重新迎来阳光面 那还有一点 我觉得是值得留意的是 公司今年有发可转债 那从8月开始呢 进入到开放转换时期 那到目前为止 实际上转换比例还是零 所以就代表呢 持有可转债的这些大户 还没有真正去做转换动作 那这个其实就是有利于呢 公司派大股东或大户呢 去股价的部分 更有力道的琢磨 也就是往上拉抬 那根据呢 这可转债的条件 那今天呢 换算过来的话 股价合理价应该是在 116元附近 所以我们认为呢 这里还是有往上的空间 那另外就是刚刚节目 开场的时候 跟各位提到 这一档股票 同时兼俊的IC设计 以及IP系制裁的 两大利多条件 目前盘面当中 最热的电子族群 大概就属于IC 加上IP 那因为整理的时间够久 在谷底刚发动 非常值得留意 而且呢 它背后又是一个 重要的集团 到了第四季 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 集团作帐一定有戏 而这档股票呢 又是集团里面的 算是新头宝 新头宝 所以呢 未来一定呢 有很多很多的利多故事 会持续的上映 未完待续 那这档股票呢 进入到中断整理的尾声了 建议大家 不如呢 跟着微朗老师 一起来好好的重压它 有价有量 一定让你呢 买得开心 赚得更开心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 588 让你轻松无负担 只要呢 轻松订阅 就能够跟着微朗老师 掌握投资的全世界 欢迎大家 跟上我们脚步 休息一下 更多的操作车位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教微朗老师 欢迎回到股市前 我也再把时间交给微朗老师 最近呢 美东码头工人 酝酿罢工的事件 那其实呢 已经让市场开始关注 接下来的运价 会不会在第四季 所谓的旺季呢 开始走高 然后呢 货柜三雄 又可以大发力士 那建议大家回头去看看 我们这个礼拜的节目 其实有提到 整个货柜产业呢 虽然第四季是传统旺季 但是今年拉货提前的 所以呢 运价早已呢 大概在两个多月前 就见高峰开始下跌 那目前呢 还没有实质的一个 向上动人来做支撑 那就算有罢工事件 恐怕呢 让运价要大幅度的推升 长时间的推升 也是有困难的 因此你可以发现 最近虽然呢 万海蛮强的 长龙阳鸣有一点跟进 但是呢 注意去看一下 那个当冲比都很高 所以呢 进去的资金都很清楚知道 明天太风险 不知道哪一个先来 所以呢 都是今日是今日病 那明天 有戏他就再来冲 没戏他就去冲别的族群了 所以各位不要傻傻的 在这边跟航运股谈恋爱 那更不要呢 一股脑的 去冲 ETF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档挂牌不久的 00960 今天为什么中错15% 你不要怀疑哦 跌停板不是10%吗 它投资的是全球航运股 不只是买台湾的长龙 它投资的是全球的航运 散装货柜 游轮 那所以他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 昨天他一天暴涨19% 今天立刻倒跌15% 所以这来去一场空啊 讲到这一档股票 其实昨天他的当冲比例也超过4成 所以昨天啊 有人啊就很坏心啊 去拉他拉他 那大家觉得航运股有故事嘛 那看到ETF又呢 特别喜欢 以为风险低就追了 但是你看 一档ETF当冲能够40几% 表示什么意思 去拉的人不安好心眼 昨天根本就开始抛售股票了 那事实上呢 不是他所持有的成分股 昨天狂飙 也不是航运界 现在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大利多 纯粹就是呢 大家 对不起 请容我说 真的就是无脑的去做追价 所以你看 他的昨天的真实净值只有15块多 可是股票的市价拉到19块多 他一天涨19% 是因为他的溢价率高达19% 也就是呢 这一档ETF 他的市价高过于他的净值19% 你一进去就先买贵 套牢先赔了19% 所以这完全就是不理性的行为 赔ETF真的是有够冤 尤其是一天让你赔掉十几% 你说哦不哦 所以我们常常提醒 所有的ETF一定要注意 他的净值跟溢价之间的关系 好 那非电子股我也不断地强调 在第三第四季以来 你必须要逐步地把它纳入你的投资组合里面 电子是很棒的 但是它不会独大 AI半导体持续看好 但是呢 你可以分散在一些呢 像是运动产业链 或者是呢 美国降息受贿的汽车零组件 房屋装修等等 那这里 来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国内呢 做健身器材 尤其是商用这一块 最厉害的乔山 这是魏杨老师 在八月份 八月底的时候 去建议大家留意的 接着 九月份的时候 有没有逐步地电高 到今天 它加速度上涨了 那其实一档股票 什么时候会喷出 能不能涨停 这本来就不是我们能够决定跟掌握的 不是吗 如果我能跟你讲 我能预测它哪一天要喷出 哪一天会涨停 那也奇怪了 大概是跟主力挂钩了吧 但是呢 把这个对的方向 提早掌握住 那你其实就能够买到 便宜的甜甜价 变数越少 价格越高 不是吗 那乔山就是我们看好的一档呢 野兽会与美国降息之后 整个他们的内需消费的复苏 那另外运动产业不要忘记 现在库存去化完毕之后的 美利达 法人预估今年赚8.5元 明年可以赚到12块半 大家可以算算看 这个EPS的YOY年增幅度 将近五成 将近五成 所以高成长的公司 本益比一定要拉高上去 那我们认为这个地方 有稳健的技术面的双脚底形态 那投信呢 一直在加码当中 也渴望继续有好表现 当然最后还是回头看一下 我们的波段持股 从来EKY第一天挂牌 我们买进 第一天挂牌 我们就在节目当中 全国第一个独家的公开分享 到现在为止 股价呢 创了历史新高之后 近期虽然稍微在高档区间做盘整 不过呢 整理的姿态 还是非常非常的强 那先前呢 公司在9月中旬的时候 有举办一场法说会有提到 第三季呢 本来就是正常的淡季 而第四季 因为呢 两大客户 Editas跟HOKA 都会强力成长 那明年有更多的新产人 加入益柱营收 加上产品的结构 朝向高单价来做发展 种种的利多 都渴望呢 再进一步的持续发酵下去 那记得锁定股市权威的频道 除了呢 打开电视机准时收看之外 YT一定要订阅取来 股市权威陈薇良 那我们推出业界最震撼的588 这个是只有呢 9月份才有的活动 588让你订阅 让你呢 轻轻松松 掌握投资的全世界 如果想要了解 更多更清楚的资讯 不用害羞 不用客气 维阳老师都很欢迎大家 你可以呢 直接最快速的方法 电话拿起来 直接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直接讨论 直接交流 当然如果你不方便 也可以呢 用LINE的方式私讯我 小老鼠 STOCK888 ATSTOCK888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在所推介分析的各别有价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应告独立判断 审判证评并且去自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胜利 我们再会 你准备好在最好赚的一季 大赚特赚了吗 第四季强股超澎湃 不仅有人气 更有超能力 上车最佳时机就是现在 赶紧加入股市权威 588一定省投赏地表最强 大分量的高CP优惠 马上加赖 小老鼠 STOP888 拨打专线 02-2581-9090